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你是男 无论你是女 无论你是老头和少女 大家都来吃烤串 吃烤肉 你说香不香 香 双臂摆动 那么两块五一串 你们这有四张其中卷 一人一张可以 我们这五张 咱们队谁会考啊 龙哥 啊你得你得展示 没问题啊 一会儿就怕他们不给我展示机会 啊 这会儿展示了 刚才怎么叛变了呢 我跟说啊 我跟我爸要不上那边拖他们后腿 你觉得你能赢吗 这叫理应外合 绝对的 你还不懂吗 我明白了 我也起了就没人炒肉是吧 那个 这个龙哥你看他不由自主就站起来了 我 我们干我 我想告诉你一声 烤肉烤了好多年了 今天好不容易赢一回 这个工作罢工不能干 就得让谁输谁来 今天也当回大爷 我们输了我们干活 干活 我们输了我们干 我记得我上一次给哥哥们烤串 这师傅家 就烤就烤的那虎那虎的 这个是这料是咸的吗 肯定是咸的 不行 你给我找点盐 或者找点带酱的酱也行啊 这不有酱吗 这个磨哪啊 这要不有刷子呀 要不然这这这这 这这就大刷子就大刷子 大刷子就把这个酱挤到一个盘里 好好好 行行行 用一点酱有点 这叫很鞋 少刷一点就行 少刷一点就行 对 师傅 哎 又过这个扎和轮啊 哎行了 到我专业了 给师傅 来这是我烤的 尝尝这个 在海边吹着海风喝着鼓励多 好惬意啊 哥 不是 应该别人服务你的吧 我也这么觉得 我不赢了吗 这算露手呀 啊 听我大爷的 就这小孟不在 咱们说点缺急的话 干嘛去了 给我钓鱼去了 哎呦我这啥兄弟呀 你们都吃饭了 我还在那苦哈哈干活呢 好孩子 一开始啊 计划着跟那条礁石那钓 刚走过去长潮了过不去了 叫师傅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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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潮了 得嘞 各位 哎 这个吃着喝着咱们聊着啊 哎 今儿实际上是一个师徒的聚会 和父子的重逢聚会 嗯嗯嗯 而且呢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啊 郭老师 大林呢由于这个 都糊了 火了 哎 火了这个 啊 公务繁忙 爱听这个 公务繁忙 再加上郭老师呢 我们这更忙 所以呢 爷俩见面的时间呢 机会特别少 可不忙 尤其是近几年 上个礼拜 我还给他探班去了呢 是吧 他只能到剧组见 对 见着面呢 也就是场面话说一说 也没有说 父子爷俩单独的坐下来 有那么一个谈心啊聊天 甚至玩的这么个机会是吧 所以这回呢 考虑到这个呢 实际上 这几个孩子呀 大家伙坐在一块商量的 要把今天的这个游戏的环节 给改成一个 让你们今儿俩玩得舒服 对 玩得开心 给你们创造这么一个机会的 一个好的 这么一个条件 是 所以今天的这一切的游戏 都是这些孩子们精心设计的 还到船 我觉着 输就输了 咱就选这个了 行 咱给师父一惊喜 对不对 师父这辈子绝对没玩过这个 何况跟大林一块呢 我建议咱选这个 这适合师父是吧 对 我觉得师父还能玩得文雅一点 这个师父不会玩的 我觉得 师父是不是有那种 什么幽闭的那种恐惧症 恐惧症啊 师父啊 肯定不能总在房子里待着 他会觉得无聊 为什么要 每个游戏环节完事以后 反复地问您俩 高兴不高兴啊 对 开心不开心呢 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一个心愿 也是我们今天共同的游戏 他们的一个目标 多嘞 谢谢大伙 谢谢哥哥们 从这儿呢 隐身过来呢 实际上就是说 孩子们也都长大了 现在有的已经成为父亲了 包括现在没有孩子呢 自从成年以后 可能跟家长也有很多话呀 交流不了啊 也希望各位 这个从中能够体会一些什么东西 就包括这个饼啊 饼呢 你说你俩孩子了 你在家陪孩子时间也不是很多 你想不想孩子 想啊 也想 但是我现在 那有时候也也顾 顾不太上 家里媳妇有时候管的多 我有时候就现在就是 比较心疼我媳妇也想孩子 等到你的孩子真正十几岁了 他有了自己的初步的这种人生观 世界观 建立成了以后 或者青春期到了 你跟他中间又有很多说不了的话 所以这个阶段是特别宝贵 特别重要的 要跟孩子充分交流 像你们这没孩子的 你们可能理解不到 你有理解吗 你可以聊一聊 请凯全说说 不太懂 我真是不太懂这种感觉 你跟你父母 你有些 能够充分沟通这些话吗 或者怎么样 我跟母亲沟通的比较多 男孩一般都跟母亲比较多 也是跟我爹没什么话 就是感觉儿子跟爸爸话 会相对少一些吧 当然会很想他 以前我回老家的时候 根本没有感觉到说陪爸爸喝酒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突然间 这两年我回家的时候 跟我爸喝一杯 我爸就觉得特别高兴 然后我才意识到 原来这顿才是最主要的 让我特别有感触 就每次回家 跟我爸都小拙一点 老头就特别太不开心 我跟父亲 我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 就是我觉得大伙儿 应该我们趁父母还健在的时候 多多去体会 跟父亲 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光 尽量的去让它变得很美好 然后让自己多一些美好的记忆 因为有一天可能父母不在了 你想感触这个没有机会了 真的没有机会了 这事让翔子你说就伤感了 记忆里美好的东西多一些 就非常好了 因为父母总是要离开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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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没孩子 但是我就是对陪父母这方面感触挺多的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陪父母这感觉 就感觉就跟你买本书似的 这书要在书店吧 你感觉你赶紧看 一放到家呢 就感觉什么时候看都行 陪父母感觉也是 我们老觉得陪父母就是随时回去都能看 可是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随时都能看这种感觉 恰恰有时候就让我们忽视了 对 就是你看珍惜这种 随时都能看的这种感觉 我在网上看过一个表人吧 人生多少天写成好几个格 然后他写出来 其实你能陪父母的时间就那几格 你一看那个表人感觉出来 真的非常非常少 计算过一个时间 对其实非常少 我觉得就是工作再忙 也把最大的精力跟时间陪家人 这个是特别重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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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